您敢相信吗 把火龙果倒进大米中 出锅竟然变成了大酒店 啄啄必点的招牌菜 其实咱在家也能轻松做出来 先在大米中加入炸好的火龙果汁 给它蒸熟 再把两块一斤的鸡腿 切成我指甲盖一样的小丁 先打入一个鸡蛋 再加入料酒 盐 鸡精 生抽和一勺的淀粉 抓板均匀腌制10分钟 起锅油热 下入姜蒜 小火炒出香味 下入鸡肉炒至变色 再放入土豆和胡萝卜块 翻炒几下 再加上一大碗清水没过食材 再切上一盘丝滑的土豆丝 今天又给姐姐们分享了一道特色美食 正好又是我24岁的生日 希望我可爱的姐姐们 今天能送我一个温暖的小红鲜 非常的感谢 这好吃的关键 就是加入这个泰式咖喱块 只需要煮上10分钟 出锅前再放上青椒和葱头粒 火龙果焖饭也做好了 米饭带着水果的清甜 淋上煮好的咖喱鸡 这样做的盖椒饭 我老婆的孩子能吃三大碗 喜欢您就赶紧收藏 想吃了 就让我那听话的姐夫 也给咱们做起来吧